坐落于苗林主峰雷公山北路、清水江南岸的贵州省前东南苗族洞族自治州的台江县,有苗族、洞族、水族、布衣族等23个民族。 依托节日举办篮球赛是当地的传统,从村子一头走到另一头不过一公里的台盘村,2022年就举办了上百场篮球赛,最多的一场赛事,线下近两万人,线上有上亿人观看。 在台盘村,村民对于篮球的热爱是刻在骨子里的,高龄老人陆大江就是其中之一,年过八旬的陆大江精气神十足。 谈及篮球,他总有说不完的故事,年轻时他曾是村里的王牌球员,迎战过外线球员的挑战,也经常代表村里去外线斥炸球场。 用陆大江的话说,台盘村的篮球赛从有之初就一直很火爆。 对于陆大江而言,球赛中夺得名次是他的目标,能在球场上交到知心朋友,交流到球技,才是他每次参与比赛想要获得的东西。 如今,尽管同一年代的球员都已经是高龄老人,但是陆大江还是会和他们保持来往,相互串门回忆年轻时的球场风云。 球场上交流过,要打礼貌,要有文明,才行。 我球队和我们的几个球队也想不想交流,没得交流嘛,你这个球队,那好,你是在我打法律,你们在我打法律跟我们讲,还插一下,一个教育国,一个教育国。 听我,有好多朋友嘛,他们还有七十多岁,我八十岁,他们有七十多岁的,他们都是老球员,我们经常来往,因为我们的朋友太多,光了火了,现在我们的朋友。 从台盘村走出去的90后体育教师吴小龙,不仅是篮球爱好者,还是台盘村的篮球教练和裁判。 从成年开始,每年村里举办篮球赛,他几乎都是参与其中,因为村里的篮球赛,他与村民们结交到了很多酷爱篮球的朋友,有的甚至还收获了爱情。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,这个节日很多,每当到一个节日的话,就会有一个村寨,举行这个篮球赛。 周围的各个村寨都会组队过去那个村寨打比赛,场上是对手,然后场下呢,大家又坐下来,到某一个村民家去,吃饭啊,在一起坐下来,交流一下篮球文化啊。 甚至有些青年,因为这是比赛去这个村打篮球,找到个媳妇啊,这也是非常好的,也增加了我们每个村和村之间的那种亲戚啊,越来越多,关系越来越好。 作为土生土长的台盘人,让吴小龙颇为开心的是,惊吓火爆出圈的村BA,不仅使国内外观众看到了各民族积极向上,敢于拼搏的精神,也看到了台江的民族文化魅力和发展成就。 从以前开始到现在,我们每年都在开国外的NBA啊,还有足球啊,等等这些比赛,但是现在外国的朋友也看到了我们,我自己家乡,我自己,我们亲自组织的比赛,也让外国的朋友们看到了,这一点的话,我感觉到非常的高兴,同时也非常的自豪吧,更多国外的,国内的人都看到了我们家乡的这个球赛。 在贵州省社会科学院,国家治理现代化,地方实践高端智库研究员许峰看来,篮球赛本身就是一个讲究团结协作的赛事,村BA赛事让小部分村民变成球员,大部分村民变成观众和啦啦队员,近两万人在一起的狂欢,体现出来的凝聚力,向心力,团结力不言而喻。 村BA呢,它也不是一个村的篮球赛事,它从以台盘村这个发端,进而扩展到,从贵州走向全国,甚至引起全球的一个关注,让他们了解到我们贵州的多民族的文化,让这么多人呢,共同,嵌入到了同一个文化磁场中。 从台盘村这个村BA的案例啊,可以看得出来,有一句话叫叫,民族的就是世界的,我觉得就很好的诠释了这一句话。 如今,台盘村村BA篮球场改扩建项目已进入尾声,一个崭新且功能齐全的篮球场即将投入使用。 许峰认为,这是当地少数民族同胞摆脱贫困,展现文化自信的窗口。 文化传统啊,在这个十年间,得到了一个绽放,这个是从上世纪四十年代一直流传到今天,这个就是说,它一个篮球赛事,它已经成为它的一个文化体育项目了,一个传统了。 从村边的观察来看呢,我们老百姓真真实实,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脱贫攻坚,带来的成果,享受到了这些成果。 村民们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,是在越来越高的,最近又在改善篮球场。 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村民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平台,让这个赛事打得更好。